在展覽的第一天 很喜欢看LEGO模型的我 一早就爬起床 去到屯门市广场 欣赏这个LEGO创意展览 展览在商场的中庭举行 规模也算挺大型 入场的朋友 还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做纪念 今次展览最终目的 相信就是这座彩虹村模型 真是像到十足十 彩虹村是香港其中一个 最经典的公共房屋 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当年建好之后 还得到了香港建筑师学会的银牌奖 又因为有五颜绿色的外场 这几年成为了很多外国媒体的焦点 还吸引了很多游客专程去拍照 现在眼前用LEGO砌的这座彩虹村 真是很似 还让你看到这里居民的生活方式 看下在停车场天台那个大球场 看到一些居民在这儿踩单车 聊天 散步 哇 还有人在这里拍结婚照啊 每间屋的露台都有一个浪三架 真是做到很细致啊 镜头一转 看到街上有很多赶着上班赶着花学的人 马路上面的巴士 小巴和的士 都做到一模一样的 街上还有很多小饭档 一个米咖喱鱼蛋档 还有棉花糖 碗仔翅 热狗 哇 还有很令人怀念的雪糕车啊 这一座彩虹村 是用了超过20万粒的LEGO砌出来的 是LEGO专业认证大师Andy Hong的精心结作 一次展览除了有这么漂亮的彩虹村 还有差不多100件的展品 今年是主板单位的10周年庆典 所以都有用生日party作为题材 用LEGO做了很多食物出来啊 哇 有一个西班牙海鲜饭 整只寿司船 圆只龙虾 还有芝士火锅 菠萝腸 很漂亮的afternoon tea set 日式便当 全部都做到漂亮一漂亮的 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展品 例如有香港的旧式住宅 唐楼 像是香港人奋斗精神的狮子山下 还有在里面表演着粤剧的大器棚 还有很多很经典的卡通人物 种类多到数不完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身去慢慢看 展览去到今个月的28号 看完展览 如果是LEGO迷 可以上去商场二楼继续潮升 LEGO在这里刚开了专门店 门口位有一个真人那么大的小饭档 有隔仔饼 咖喱鱼蛋 还有煎酿三宝 在旁边还有一幅用LEGO刷出来的马彩黑画 是以屯门轻贴为主题 很有香港地道的特色 最后不要忘记 和在走廊上面的巴士光连拍张照 它有一个真人的高度和体重 看看它的样子多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